中共女军官唐娟涉嫌签证欺诈 藏在中共驻三藩市总领馆长达一个月后 于上周被捕入狱 27日首次出庭应讯 有报道称 她在视讯庭审中一言不发 被司法部指控犯有签证欺诈罪 最高可处10年有期徒刑 及25万美元罚款 据美国媒体报道 现年37岁的唐娟被捕后 中共政府并未帮她聘请辩护律师 而是由美国联邦公社辩护人威廉斯担任 加州东区联邦法庭法官巴恩斯 指唐娟存在潜逃的可能 最终裁定继续积压不准保释 并预定于8月10日再度开庭审理 法庭为唐娟指认的辩护律师透露 唐娟2019年12月进入美国 当时是带着女儿一起来的 躲进三藩市中领馆后 她的女儿已经被领馆送回了国 有分析指 中领馆把唐娟和女儿分开 此举明显是想把她的女儿作为人质来要挟 好让唐娟封口 不能对外界透露领馆和她联系的细节 美国当局控告唐娟签证欺诈 美方充分掌握了她隐瞒中共军人及党员身份的证据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特工 查阅了大量的中文网络资料 又搜查了她的电子设备 找到了两张照片 一张深绿色军装是唐娟2016年时照的 另一张是她去年参加一个论坛时 本人提供的着深蓝色军装照 还审查了她在中国发表的文章 确定其军籍身份 有网友分析说 2017年唐娟所属的中共空军军医大学改制 从陆军改成了空军 因此制服的颜色也随之改变 从唐娟佩戴的徽章可以看出 她目前的级别应该是副团级 是空军的文职人员 年仅37岁就到了这个级别 说明她科研实力了得 有媒体引述华裔富商郭文贵爆料 三藩市领馆窝藏的唐娟 竟是中共军队北京防化学院大校 是条大鱼 从她身上极有可能查到 美国疫情迅速扩大的原因 此外 曾服务于美国军医传染病研究所 且有药界临床研究经验的赛林医生表示 目前美国已逮捕四个隐瞒身份的 中共军方研究人员 但这仅仅是冰山一角 她指很多中国科学家一方面 依赖美国纳税人的前作研究 一方面却将美国机密提供给中共军方 事实上 在唐娟23日被捕后 不但中领馆人员没有露面 且中共官方和媒体一律晋升 与中共高调力挺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 形成强烈对比 6月26日 FBI拿到逮捕令和控告书 发现唐娟进入中共驻三藩市总领事馆躲避 直到7月23日迫于压力 唐娟走出三藩市中领馆后被捕 但她被捕的具体过程 外界现在还不得而知 中共官方迄今对唐娟被捕一事 只字不提 陆媒也全面晋升被做报道 在社媒群体 与唐娟有关的文章遭大量删除 仅有极少数转发外媒报道 并言辞媲美的自媒体文章还能存活 在大陆微博知乎网站上 许多网友研判 唐娟以形同弃子被牺牲了 而且一定会闭口 也不会叛逃 因为她的小女儿已被送回中国 有一名网友留言叹 出了事就丢居宝帅 反观华为大公主孟晚舟 竟是另一种做法 这就是仍分贵贱的价值观 华为首席财务官CFO 副董事长孟晚舟 2018年12月被捕后 中共外交部开始大力捞人 慢货保释后 中共驻温哥华总领事东晓琳等人 多次亲自登门拜访 中共外交部也不断威胁加拿大 甚至还抓捕了多名加拿大人 企图与家方交换人质但未得逞 同时 中共官媒也齐批加拿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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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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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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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